各位好,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项相当重要的事情,而且也是相当严重的事情。 我时常呢,有好多学佛,练气功,学仪家,学静坐,学太极的朋友,问我说,这个仪家和气功有什么不同? 这个学佛的静坐和这个皇帝内经有什么不同?种种种种之类的事情。 那我如果呢,好好的回答,好好的解释,那不得了,会形成一个没完没了。 因为呢,我说东,他就会说西,因为很多人现在是上了很多不同的课。 那名词呢,都相当懂的。 所以,只要我说一个东,他就会说一个西,那是没完没了。 那到最后呢,就好像要争说谁懂的比较多。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,而相当相当需要去说清楚的一件事情。 所以呢,我从最近开始,一旦人问我这些事情, 我就会问他们,请你告诉我,欣喜相依的体会。 对,欣喜相依的体会。 如果这位朋友说不出来欣喜相依的体会,而知道这个欣喜相依的名词, 那我就告诉他,你回去和你老师或师傅学,学好了,再和我说。 如果连这个欣喜相依都没有听过, 那我就告诉他,你快点找一个老师去学,了解,体会什么是欣喜相依。 那这样说,好像是很看不起人家,对不对? 其实不是的。 不管你是仪家,你是皇帝内经,你是学佛,你是练太极,你是练静坐,什么功,什么功,什么功。 如果没有办法,最浅的体会,信息相依可以做得到, 那根本门都没入。 那这个是事实的话,因为我们讲技术,我们不说谁高谁低。 如果连这个欣喜相依都没有办法最基础的掌握,那算了。 那不过就是纸上谈钉,须有其表。 更多的理论,看更多的书, 不管你师傅是谁,你老师是谁,名气多大,那就是, 都是没用的。 这个欣喜相依相当相当的重要。 尤其现在这个COVID-19的时候, 入不了欣喜相依的门,都是废的。 这个中国或是印度的这些功夫, 瑜伽也好,你说学佛也好, 你说这个皇帝内经的修炼也好, 那是功夫。 那个是修正问题, 那不是直学、文学、美学、玄学问题。 是要办得到的。 如果没有办法体会欣喜相依,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受用。 如果对欣喜相依, 没有正量和见地, 那根本就不可能可以当一个老师。 所以无论是什么名气多大, 或者是学中医, 学什么什么, 你怎么样都好, 没有办法把欣喜相依, 是什么一回事, 说得清楚, 没有办法把那个, 怎么样去体会那个方法, 说得清楚, 引导人进去欣喜相依, 那什么都不是。 比如你说这个宜家, 宜家是什么意思, 宜家是相应, 那你说或者是身和心合一, 然后人天合一, 大家可以说很多很多名词, 那学佛你可以说这个, 学那个空, 那个无我, 别开玩笑了, 你不能欣喜相依, 什么都不是。 那也许有一些朋友以为我很武断在说这个事情, 这个不是我说的。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说这个经典, 对蜀习观是相当重要的, 信息相依在蜀习观里面,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, 有一本这个古典, 就是天台智子大师的六庙门, 那个随喜, 它六庙门, 随喜就是信息相依的开启, 随喜之后, 你才可以好像这个少林寺修那个洗髓经, 或者是说你说道教说这个皮肤可以复洗, 胎洗之类的, 所以无论如何, 你一定要欣喜相依, 那你说中医, 大家都说这个要保护你的肾气啊, 之类之类的, 你没有办法欣喜相依, 怎么来一个这个水火祭祭, 兴盛相交, 不可能的, 所以呢, 这个就是我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, 信息相依, 知道那个原理是什么, 知道那个怎么去做, 怎么去修正, 那就是古人说的, 事和理, 知道原理, 你知道事是什么做的, 什么修正的, 凡事修仪家, 这个学佛, 这个, 练太极, 练道家, 什么大周千, 小周千, 什么都好, 你没有进入信息相依, 什么都不算数, 那或者有朋友问我, 那我念佛和信息相依有什么关系, 当然有关系, 你念佛持咒一口气一口气的念, 或持, 那都是欣喜相依, 你都要经过那个阶段的, 因为这个是人体, 这个, 生理, 所以, 如果这个生理搞不定, 不要说什么灵修, 一些细乎缥缈的事情, 因为, 不可能受用, 那是在想入飞飞, 那如果说大家要这个提高自己免疫力, 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, 首先, 要把这个信息相依搞清楚, 这个东西就是入门, 如果入不了门, 那只是一个字叫做吹, 吹牛大家都会吹, 所以呢, 最近, 任何人问我这个, 什么皇帝内经, 这个, 怎么讲, 这个天淡西无, 争气从之, 精神内守, 你没有信息相依, 你做不到, 你说修仪加, 你没有信息相依, 你也做不到, 修静坐也好, 修佛教的修行也好, 这么回事, 所以这个标准就要试在这个地方, 而这不是我试的, 古人已经试了, 如果你去看那个, 这个智子大师的六妙门在蜀西, 之后的这个随喜, 那你就会看到它整个的描写, 希望大家有真的想学的往这个方向走, 不要再浪费时间, 直学, 什么灵修, 一大堆的这个, 大我小我这个那个, 那救不了我们的, 这个门槛, 就是信息相依, 才能讨计准断这个位置, 你会看到它们的一尝尝, 它的陣子是从心开�, 而且如果是观众, 然后代表它使用, 你不会将那边的一尝尝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